《定言三端论证》 上次我们把定言三端论证 基本上已经跟各位同学讲过了 所以我们跟各位同学讲了说 逻辑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叫形式逻辑 一个部分叫做非形式逻辑 所谓的形式逻辑就是用规则来检验 这个逻辑的有效性跟无效性 一般来讲在形式逻辑里面 又分成两种 一种叫直接推论 一种叫间谍推论 所以间谍推论没有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A等于非非A 这没有问题 间谍推论又分两种 间谍推论就需要有第三者 才能够达到推论的效果 所以一般来讲叫做三端论证 间谍推论有两种 一种叫演绎法 一种叫做归纳法 演绎法跟归纳法 那演绎法的定义是什么 有普遍的原则 推论到个别势力的方法 所以它得到的结论是必然的 归纳法是由个别的势力 归结到可能的结论 所以它的论证结果可能是 是可能的 它不一定是必然的 所以这有两个 所以在上次我们跟多人讲到 那个演绎法的时候 就分成四种 那一种叫做定言三端论证 第二种叫做假言三端论证 第三种叫选言三端 第四个叫结合三端论证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两难论证 对不对 一共叫五种 所以上次我们都已经有跟多人讲过了 那归纳法我们又分成四种来说明 归纳法分成四种 那一种叫盖兰法 一种叫平均法 一种叫做因果律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种叫做什么 然后类比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上次 我们都跟各位同学讲过 所以这个是形式逻辑 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同学讲讲的 非形式逻辑 下一页 非形式逻辑 那我们在上次有一个定义 就是说 非形式逻辑又称它为自然的逻辑法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所想所学习到的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说一个老人是一个智慧的老人 什么意思 智慧老人就是在这个环境中 在这个时空中 这个老人家 他因为住在这边很多年 所以他对这个环境非常的熟悉 所有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发生的事项 他都非常清楚 所有可能发生的错误 他都理解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 他在生活中 生活的经验中 他所学习到的一些防范 这个防范 这个生活中的一种错误的可能性 错误的可能性 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 现在在台湾 很多年轻人喜欢用的名词 老人家都已经没办法用了 所以慢慢他的逻辑就无效 所以有时候这个老人 智慧的老人 你换了一个地方 你换了一个环境 这个可能他的智慧 生活的智慧 这个有时候两个男生见面 男生就看不爽 男生就跟你 跟另外一个男生说你要怎样 那另外一个男生就跟另外一个男生说你要怎样 那你要怎样 然后就开始推来推去 就开始打 最后打赢了 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过 你错 不然我们来打 打完打输了谁就认输嘛 这叫什么 就犯了一种谬误叫做 宿诸武力的谬误 对不对 宿诸武力 然后呢 这个我们最近台湾社会民主制度里面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 就是社会观感 所以你看这个 虽然这个 讲述都没 比如说我们军高铁 高铁的那个董事长 欧景德先生 这个大家都说肥猫 说这个高铁肥猫 然后呢 这个欧景德先生说肥猫很好啊 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他只要是专业就好啊 那如果从专业的观点来看 欧景德先生讲这句话并没有错 因为你专业的人本来就给他高薪水啊 可是 请政院的观点是什么 因为社会观点不好 社会什么观点就是民意 民意是什么 就是群众 就是你用群众来加持专业 就变成犯了什么错误 就是诉诸群众的谬误 诉诸群众的谬误 而民主政治里面最糟糕的一个事情就是 常常把民意当真理 那这个是我们说不符合逻辑的原则 不符合逻辑的原则 我问各位同学来讲 说这个请问各位同学 我们大家投票 决定要不要上课 对不对 一定很多同学说干嘛要上课呢 不要上课了 那民意决定 你看我们很多大学同学 来念大学的时候 认为很多课应该是 大学的深的来做决定 可是问题是 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背景是什么 你要有专业的背景 你要有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的背景 如果你不理解 你就凭感觉去做决定 那结果是怎么样 大家都受害 所以我们就发觉这个谬误啊 所以一种叫做 资料上的谬误 资料上就是内容出的问题 那另外一种是 暧昧不明 这个上里边我们讲过了 就是语词上出的问题 那我们看下一个 那首先我们说 资料上的谬误 内涵出的问题 第一个叫做 关联性的谬误 就是前提跟结论的关联不大 一个男生跟女生说 你爱我吗 那女生要怎么回答 那个男生问女生说 你爱我吗 或者男生跟女生说 你爱我吗 那女生就说 今天太阳好大哦 什么意思 那规避问题嘛 对不对 规避问题 就前提跟结论无关嘛 没有关系嘛 答案应该是什么 当这个男生跟女生说 你爱我吗 女生应该回答说 爱或者不爱嘛 那你跟他说 太阳好大哦 那很多女生 哎呀我们今天不谈这个 我们谈别的 那这个是规避问题 所以我们就发觉 那个职位 关联性的谬误在这里 那第二个叫做 证据不足 就是前提所提供给结论的证据啊 不足以证明 那个结论 所以诚深的谬误 这里面我们很多种啊 那在逻辑的课本里面 有非常多的逻辑课本 收集了超过一百个 两百个以上的 这样的不同的 那我们大概就用一些 常用的 来跟各位介绍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在接听个案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碰到 这样的问题 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下一页 首先我们看那个 关联性的谬误 关联性谬误 首先第一个叫 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就是 我们不针对问题 而对这个人来攻击 只对这个人 所以这里面有两种 一种叫做恶意的攻击 对这个人恶意的攻击 比如说这个男同学 叫什么名字 姓什么 郭 郭同学 你看我跟他意见不合 那我就说 你看看 这个人长得这样子 本来就是一个坏人的样子 我变成什么 恶意攻击 恶意的攻击 这个你没有针对问题 你没有针对问题 你是香港侨生 马来西亚侨生 马来西亚侨生 怪不得国语那么烂 我看马来西亚侨生都没什么用处 你看到没有 我产生了一个什么 叫做恶意的攻击 那我们在个案里面 常常碰到什么 比如说有些人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说前面有辆 很慢很慢的 归宿车 后面开车的男生 一定说 这一定是女生开的 这什么意思 就是恶意攻击 认为所有的女人开车 都那么烂 都那么烂 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各位同学 女同学标起车来 女生标起来 又是必然是太凶了 所以我们说恶意的 恶意的人身攻击 那有时候第二种 叫做环境的人身攻击 因为环境的关系 比如说我身处在 这个环境里面 而我面临担任 这样的角色 所产生的一些困难 这个叫做环境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 你环境里面 你没有办法改变 你没有办法去做 我们常常看到 政治人物的 女性的政治人物 他们也站在环境里面 我们看最近 民进党跟国民党 两个女议员 常常在那边 吵架甚至动手 对不对 然后女性的议员 国民党的议员 叫那个谁 台北县的议员 叫单身的议员 他很强悍 我们说叫他国会小辣椒 另外一个是高雄市 选出来的议员 民进党的议员叫管 管什么议员 反正这两个议员 他们只要一见面 那就是吵到要不行 可是现在我们问为什么 他们本来两个 并没有 一点友谊都没有 彼此也不认识 可是因为在立法院里面 彼此的立场不同 后来慢慢就产生 对对方的一种厌恶 后来就产生这种 就是因为环境造成的 环境造成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个 哎呀我们说这个 学校里面常常说 你看文学员的女孩子 都比较多愁善感 你以为只有文学员的女孩子 多愁善感啊 管理学员的女孩子 就不多愁善感啊 那外语学员不是比文学员更厉害 不是更厉害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说 哎呀你看 妇仁大学外语学员的女生 打扮得特别漂亮啊 就好会打扮啊 难道文学员的女孩子 就不会打扮啊 对不对 这个话就是环境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叫宿租统一 把前提跟结论啊 当成同一件事情 这个叫做宿租统 所以我们碰到案例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发觉 这个人啊 他就是一跟二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而造成的一些误会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我们叫宿租群众 那这刚才我们提过 就是宿租武力 宿租在这个正式的这个 逻辑的课本里面 叫我们叫宿租群众 宿租群众 那这里面分成两种 一种叫宿租武力 一种宿租联力 当我使用群众的时候 那我就用武力的方式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在过去 这个民进党还没有执政的时候 那台湾的社会 一种非常的蓬勃 所以经常啊 三天五天啊 就有抗议事件 那抗议事件 那抗议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开始有群众就开始推起 去撞警察 去推起 造成一种武力的一个 造成人家害怕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年 有一年这个群众啊 在立法院前抗议 然后他们要组上泰州 泰州啊 正好有一辆公车 经过 然后有一个女群 他们就在里面喊 中华民官罪 完蛋了 马上群众就把那辆公车围住 就打这个女学生 这个就犯了什么 诉诸武力 诉诸武力 对不对 你要主张 台湾那是你的自由嘛 那人家要讲 中华民官罪 那是人家的自由嘛 你怎么可以 不容许别人做这个事情呢 你为什么去打人家呢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包容 对不对 你要容许别人 跟你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诉诸武力 那另外一种 就是诉诸怜悯 这个在选举的时候 常常看到 哎呀 我是你们家的狗 我当选以后 替你们家 看门 专门替政府 怎么样怎么样 是他当了以后 我们就变成他家的狗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发觉 这些名义代表 在选的时候都说 我是你们家忠实的狗 我当选 我会替你们把门 对不对 这讲得很好听 等到他当选了以后 我们就变成他的狗 我们帮他 帮他当被召唤 那李连宁啊 在亚里苏格拉底的 这个 柏拉图对话录里面 也讲过很多诉诸怜悯 比如说 当苏格拉底被关的时候 后来在柏拉图对话里面 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有一些我的学生 来跟我要求 向法官求情 这样法官一定会原谅我 因为我犯的罪 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 那只要我向法官求情 那法官就会原谅我 那我就免于一死 可是苏格拉底说 我怎么可以因为真理 因为我的 想要为我自己求活 而委屈的真理 我绝不住这个事 所以苏格拉底 后来就不是被判刑吗 这个里面就是很重要的 那下面一个第四个 我们叫诉诸权威 那各位都知道 如果权威啊 使用在他该用的地方 他属于他的权威 这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这个权威啊 是使用在错误的 就是你在另外一方面 你没有权威 你根本不懂 那你还要再用你那个 以前的权威来主张 后面那件事情 你就犯了诉诸权威的谬误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对福人大学比较熟悉 所以我在福人大学工作 做了很多年 我在福人大学 当行政当了很多年 所以我当我讲福人大学的时候 我大概没有多少人 会比我更懂福人大学 因为我在福人大学 大概四十八年了 所以我蛮熟悉 福人大学的每一项事 可是如果用我自己 用福人大学的经验 去讲别人 我就不可以不断地说 你们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 我只能说用福人大学的经验 建议你们可以做这个事 做那个事 这样就比较不会犯 诉诸权威的面误 可是如果我以为我做了这个 那我就这样 那就不见得对 而且还有 我们在家里 你们跟父母相处 父母相处说 我生你养你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了解你 他才说 对不对 你生我养我 不一定生的对 不应养的对 那你错误的经验 怎么可能会变成正确的决定呢 所以这个是我们犯的 诉诸权威的面误 那我们在中国的社会 亚洲的社会里面 我们最喜欢犯的就是 一个说诉诸权威的面误 比如说 那个爸爸他认为 他在家里是无上权威 所以他有权力决定子女的遣诵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非常危险 这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我们在学术上 也容易犯这样的毛病 就是说 你认为你在这方面有权威 所以在别方面 通通都是权威 诉诸权威是要经得起考验的 如果你不愿意经得考验 然后你不理考验 你就变成什么 独裁 就很容易 所以在西方世界里面 我们看到太多诉诸权威的 这样的问题而造成后果 而我们在家庭里面 也看到多少的案例 因为诉诸权威 而造成了家庭的悲剧 所以各位同学 后来你们去接受 智商的时候 或者去智商别人的时候 你们就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陆发流这个家长 是一个很诉诸权威的人 就麻烦大了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几年前有一个个案 这个 老太太是七十二岁 老先生八十岁 那有天这个老太太来了 来了以后就跟我讲 老师我要跟你讲 我现在接受你智商 其实没有什么智商嘛 我只告诉你我的决定 说你见了决定还来跟我找我干嘛 那老太太老先生也在那里 我决定了 我要跟我先生离婚 我说你拜托 七十二岁 那老太太 为什么不可以 我一百岁都可以离婚呢 我说好 那好 那我也不多说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他说我受不了他 我说你为什么说 那你受不了 你跟你先生结婚了 五十多年了 我已经受不了他五十年了 五十年云冷了 忍了五十年了 以后才能爆发 我说那你会说 他每天在家里一直气死 听到没有 四个字 就是宿租全国 我说了就算 不用讨了 就这么做 也不管别人意见 我说那你举几个例子 他就举了好多例子 在家里 他的这个霸道 对不对 你们在家里面 你们的父母亲 有没有很霸道 有没有 我们的时候会碰到 所以这个就是 宿租全国 下面一个我们叫宿租无知 什么叫无知呢 这个宿租无知啊 就是当科学证明不出来的 而你要求用科学来证明 这就犯了宿租无知 请问科学能证明一切吗 不行了 对不对 当科学不能证明的 而你要求用科学来证明 就犯了宿租无知 这种科学能证明有没有信教的 天主教 天主教 你信什么教 啊 你相信有上帝 证明给我看 用物理学 化学来证明 有没有 证明 没有 证明不出来 所以没有 所以你听到念哲学的人 注意听到 当我们说 你是不是相信有上帝 我相信 那你有物理化学证明 说你有上帝 有上帝 证明不出来 所以就没有 对不对 你反问我 那老师你信不信 因为我已经说明了 你信上帝证明不出来 所以我只能说不信 对不对 我不能说信嘛 信的话你用同样的逻辑来问我 那我怎么回答 所以你就会说 老师那你信不信 那我只好说 我不相信有上帝 请老师证明 用物理化学证明 没有上帝 因为你证明不出来 所以 有 我们两个都犯什么错 宿租无知 为什么 因为上帝这个事情 自然科学是不能证明 你没有能力证明 因为它是纯精神体 纯精神体怎么靠 要用物质来证明 那不就是犯了罗素的错误吗 罗素说 如果用科学的方式 永远证明不出精神学问 而他说 我们就是现在有能力 就是我们的科学 可以决定精神的目标发展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就发觉 宿租无知就发展 那制造前提就是循环论证 前一当后果 后果当前一 那制造前提 所以因为你自己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你后来 我们举例 最有名的例子是什么 鸡圣蛋 蛋圣鸡 就是循环论证 那请问各位同学 你们告诉 先圣蛋先圣鸡 现在科学有答案了 科学这个有答案了 先圣蛋 先圣有蛋 它有鸡 因为什么 按照进化的历程来看 对不对 先要有卵子卵 才会有实体 对不对 这是历程 什么进化的历程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 宣传论证 后来 富士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里面 包含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里面 叫做富士问题 所以答应的时候 yes or no 他都可以回答 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说明的 那下面一个 我们叫做 以篇盖学 以权盖篇 那这个我想 各位都能够了解 什么叫以篇盖篇 什么叫以权盖篇呢 凡是府人大学的学生 都是好学生 张三是府人大学的学生 所以张三是好学生 犯了什么毛病 以前 盖篇 对不对 凡是府人大学的学生 都是好学生 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啊 因为不是所有 府人大学都是好学生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说 凡是府人大学的学生 都是人 这个当然是真切的 对不对 这个就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我说 凡是府人大学的学生 都是好学生 这个话就 如果即使可以成立 你还是有问题 所以张三是府人大学的学生 所以张三是好学生 那这个就是以权盖篇 因为府人大学 或者我们反过来说 府人大学是一所好学校 张三是府人大学的学生 所以张三是好学生 犯了什么错 两个错 一个是以权盖篇 一个是什么 四个词 有没有 定言逻辑犯错 对不对 到过来讲 就犯了以权盖篇 张三是好学生 张三是府人大学的学生 所以府人大学是一所 好学校 犯了什么 以权盖篇的毛病 这就是我们看到 那最后一个 我们就看到 速度起源 就是把一切问题的 就发生了 放在那个源头 就是源头 就是说这个都是起源 唉 你长那么瘦 我看同学你那么瘦 你爸妈也很瘦 对不对 怪不得像你这样的 你爸妈才会生出你这样的人 犯了诉诸起源的毛病 我们常常喜欢把源头 都是因为他这样这样 都是因为他这样这样 有没有 我们常常怪罪别人 怪罪别人 好